台湾上前衝一起拼经济 我是吴轩宜 在台中大坑 每年5月中到10月底 是麻祖笋的盛产季节 长久以来 先时祖笋的保鲜问题 一直是行销上难以克服的瓶颈 而在当地种植麻祖笋将近40年的刘瑞璋 不仅是全台湾第一个 推动麻祖笋采用低温保鲜技术处理 打进超市和直销通路的人 他所带领的产销班 也是全台唯一在处理麻祖笋 预冷技术的团队 预冷延长了祖笋的保鲜 吃起来肉质细致 口感爽脆 这份技术也让他们的麻祖笋镀金 开辟了一条新销新路 好 来 来 你看得顺的米在黑布里面 因为我们这些都盖土的 所以要再盖黑布 要对这个蜜蜜蜜 盖一下 这个方向往下去 先松松土再小心仔细地把泥土 往两旁剥开 藏在底下的麻祖笋 已经可以采收 现在有点小块的 在端有一个 它还比较大块 这个就大块的麻祖笋 在台中大坑 麻祖笋的盛产季节 是每年五月中到十月底 麻祖喜欢温热多湿的环境 在中南部的浅山平原一带 分布最广 你头有分练性的 和比较不练性的 这种是比较不练性的 然后有这些刺激 这种笋的笋比较大约 蜜土的笋比较大约 这个蜜土的笋比较大约 还要把鱼头振上去 两天孙子发出来这还会漂亮 如果没有鱼头孙子 竟然发出来就比较差 层层保护 除了附土之外 还要再盖上黑色的塑胶布 老爸 陈先生 陈太太和女儿 还有两个孙子 五点就起床 然后就来竹子 开始在窝 开始在无形 无形到差不多八点 八点空就结束了 我自己没动 我脊椎没力 所以我现在都要扣一下 正在放暑假的孙子 都到农园帮忙 大人负责采收 小孩子就跟在一旁减损 回想国小的时候 刘瑞璋也是这样一路帮过来的 哪怕是下雨天 一样照常要工作 小时候穿那些楼梯 还有山坡地 常常滑落 家里整个小城北都要打 走路过来 整个都没有到阿嬷山 没有时间还清理 你走就是 隔着我一个小小 就家里很放下去了 把孙子弄一弄打 整年孙子早早出来 早早出来 你也是要扣扣扣扣扣扣扣 长期以来 麻竹产业以现实竹笋为栽培重心 在2006年当时 刘瑞璋是全台湾第一个 首创麻竹笋低温保鲜处理的人 身为班长的他带领的产销班 也是全台唯一有在处理 麻竹预冷技术的团队 一个孙子很漂亮 流到这么长到 怕生人的名字 这就没有啦 没缺那样来开 没缺那么多了 对啦 说起来他比较深浸 他比较深浸 因为他做这个饮令 给保鲜较好 他保鲜 普通像传统的这种 你说一天两天你没处理掉 数据品质就不好了 你保鲜做下去 他董在差不多两个星期 不计划就有变得好吗 太好了 现在就是分纸 现在有大 中 小 幼 感觉熟的汤就是要做饮令的 像选美一样 进到集货区的竹笋 从外观 色泽和大小 就先塞选一轮 而切口的纤维肉质 就能看出品质 选笋子 你用这样挡 错误的动作没有用 你拿起来仔细看就好 看它这个切口的毛细孔 越细腻的纯织越韧 你如果看起来糙糙的 一定会老的嘛 把一部分的拿出来 没有办法全部都做 因为我们的量没有那么大 量大的时候可以全部都下去做运 市场的需求没有那么大 也是一部分要去传统市场打不下 在这里要开始洗了 因为我们就是夹土 所以你直接没有这样洗一步 我们就洗不清 所以就要再浪 稍微湿点 力气和异力 在这里洗不清 这个水汤 从我们园区 竹水远柴 製笋子过来的时候 时间越短越好 因为它水温椎 一直整滑掉 笋子像我们有体温 你放水的时候 它水温椎一直整滑掉 那整滑掉的时候 它的纤维就会越老化 所以时间越短越好 吊起整籃的笋子 放进冰凉的水池当中 得至少预冷一个小时 差不多离一栋到五栋 这个中间 里面有一个冰箱的水池 里面有一个制冰机 制冰机冰最后就落入水池 它的水就是一直循环 冰冰凉凉又长得白白净净的麻竹笋 一开始进入到拍卖市场 推广并不容易 它的生销人就说 你们这些都冷的冰的 够不顺 我们顺床给你买来 还用凹头来割 因为我们传统的就都割头 他们的消费者就说 你这水到清净净净净净净 这不是冰的 他们又改水 有的人又听不下去 就卖了 够小伯伯去了 起初班园里面 也有不少持反对意见 甚至挑明自己的笋子 完全不做预冷 但刘瑞张不放弃 他用了一点小沛波 让班员相信 低温保鲜这条路是可行的 预冷的钱放在一本坡上 正常就会是说 好不然预冷的一公斤 够五公斤放弯 就开始了 你今天一百公斤 你就够五百公斤在那儿 他们自然就说 让他们看到钱了 有进账 班员就有了信心 为了顺利向外推广行销 刘瑞张还甚至拼半夜 两三点北上市场 就只为了煮一锅 竹笋粥请大家吃 请跑各大卖场市集 大坑的低温保鲜麻竹笋 终于打响名号 攻进超市和直销通路 我们先切皮 再切成条状 没有切成还比我母亲切的 比较幼稚 我母亲切的还要大条 豪迈地把竹笋切成块 和爆香过后的肉丝 一起拌炒焖煮 比肉丝还要大块的麻竹笋 是刘瑞张最怀念的妈妈味 吃起来非常爽口 滋味清甜 切成片状做成笋汤 清澈的汤头带有笋香 做成凉拌风味 加上美乃滋 口感一样冰脆可口 刘瑞张当先锋 带头集合众人之力 推动全国唯一 预冷技术保鲜的麻竹笋 不仅受到市场欢迎 也拉高麻竹笋的身价 开辟出一条 全新的行销通道 大坑黄金预冷笋 赞啦 广告晚来 他们是全台湾最大的夜菜供应商 年产五万顿蔬菜 冲出二十亿年营收